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儿子被老公白月光的狗咬伤,他却刻意隐瞒,导致感染狂犬病毒。 儿子不幸身亡,小三发文庆祝,我一纸诉状,让他们牢底坐穿。 儿子宣布死亡的那一刻,我只觉得天斗塌了。 对沈彦曾经的那一丝期待,也全都化作了憎恨。 她为顾清清愤愤不平的声音,还回荡在我的脑海中。 林欣,你知不知道贝贝就是清清的命? 你居然为了争风吃醋,让人把贝贝给打死了? 你太恶毒了,如果清清因为这件事受到伤害, 我要让你给贝贝尝命。 贝贝就是沈彦送给顾清清的一只秋田犬。 那只秋田犬因为野性难逊,见人就凶叫, 我的儿子安安也很怕那只狗。 那天,我因为高烧不退,去医院吊水, 就让沈彦去幼儿园接一下安安。 却没想到沈彦居然带着顾清清和她的狗一起去的。 安安被狗咬了后,沈彦为了帮顾清清隐瞒, 对此事闭口不谈, 导致安安错过了最佳打疫苗时机, 感染了狂犬病毒。 处理好安安的后事后, 我抱着安安的骨灰潭, 独自一人行走在空荡荡的街头, 回忆着从前安安拉着我的手撒娇的模样。 迷迷糊糊间,我脚踢到了什么, 我捡起一看,居然是一张传单。 只见上面写着, 爱犬去世,为爱犬祈福, 免费赠送礼品。 传单上狗的照片正是顾清清那只秋田犬。 就在我气愤时, 只见前方围满了人, 还有一些记者装扮的人 扛着摄像机在拍摄。 沈燕搂着顾清清正在向排队的人群发送礼品。 燕哥哥, 我们这么为贝贝祈福行善, 他下辈子一定可以投个好人家的。 沈燕满眼疼惜地替顾清清扶去耳边的碎法。 一定会的, 我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再给咱们的贝贝大办一场葬礼, 让他风风光光下葬。 听到沈燕的话, 我只觉得心头一冷。 自己的儿子去世他都未曾出面, 现在他却要为杀人凶手风光, 举办葬礼。 沈燕可能是察觉到了我森寒的目光, 抬眼看来, 刚好和我的目光对上。 林欣, 你来干什么? 你跟踪我? 沈燕满脸防备地看着我。 顾清清则故作害怕, 紧紧拉着沈燕的手。 燕哥哥, 他怎么会来? 我不想看到他这个杀人凶手, 只要看到他我就会想起我的贝贝惨遭他毒手的画面。 沈燕立马心疼地将顾清清护在了怀中。 清清, 你放心, 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他再伤害你的。 他们的声音不大, 却足够引起那些前来领取礼品的群众注意。 瞬间, 我就被那些热心群众给围了起来。 这女的看着人母狗样的, 心怎么这么歹毒啊? 那么可爱的狗他都下得去手, 我要是狗主人, 我得让他偿命。 就是, 这狗主人一看就是个善良温柔的人, 自己的爱狗死了还做起了公益给狗积福, 即使自己那么难受都没想过要找杀人凶手算账, 真是太善良了。 赶紧给人道欠些罪吧, 看你这样子也是个当妈的吧。 你就不怕自己的孩子以后遭报应吗? 提到孩子, 瞬间激起了我内心的恼恨, 冲了过去。 顾清清,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是杀人凶手? 你还我的安, 我的手还未落在顾清清脸上, 却听见啪一声响。 一道强有力的巴掌直直地落在了我的脸上, 而我的手正被沈燕死死地按住了。 沈燕凶狠地甩开了我的手。 林欣, 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来挑战我的底线。 顾清清有些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故作委屈地拉了拉沈燕的手。 燕哥哥, 我不是故意要打林欣的, 是他突然冲了过来, 我一时间害怕, 所以才还手的。 沈燕拉过顾清清的手, 仔细查看了一番, 然后心疼地拥过他。 我怎么可能会怪你, 是林欣他欺人太甚了? 在外人看来, 仿若他们才是幸福的一对, 而我就是个企图破坏他们的疯婆子。 我一手抱着安安的骨灰弹, 一手抚摸着自己红肿麻木的脸, 看向顾清清。 别装模作样了, 你不觉得恶心吗? 顾清清那一巴掌用尽了全力, 我只觉得嘴中涌出一股腥田来。 林欣, 你让人杀了清清的狗, 这是我都已经不找你麻烦了, 你还非要不依不饶地闹上门, 你不觉得自己很恶心吗? 沈雁怕我动手, 将顾清清护在了身后。 我看着沈雁满眼嫌弃的目光, 冷笑一声, 我恶心。 沈雁你为了维护顾清清, 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不顾, 明知道他被狗咬了, 你却选择隐瞒, 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 林欣, 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了? 清清的狗都会定期打疫苗, 根本不可能携带病毒, 是你自己太大惊小怪罢了。 沈雁毫不在意的清苗淡写说道, 好像安安不是被狗咬了, 只是被蚊子清清盯了一口斑。 安安被狗咬了后, 回家第二天就开始发高烧, 逐渐出现胃水等症状。 如果不是我发觉不对, 历生逼问了沈雁, 否则沈雁根本不打算告诉我实情。 那一刻, 我彻底地对这个我爱了八年的男人失望透顶。 曾经我们也相爱过, 他也会在拥挤的人群里将我紧紧护在怀中。 他会带我去看这个世界最美丽的烟花, 会在我被人诋毁时怒不可结地跟人理论, 只为还我一个清白。 而现在, 他为了顾清清的一条狗, 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多么地讽刺! 顾清清是他年少时, 触不可及的白月光, 顾清清回国后, 他便一心细在了他身上。 从前我总是自我安慰, 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 总有一天他会回头看到我和孩子的。 可现在, 我的安安死了, 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任何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 他们这话听着怎么感觉不太对, 是他的狗咬了人家的儿子, 人家才把他的狗给杀了吧。 那也不能把人家狗给杀了吧, 可以跟人家理论啊, 即使打上狂犬疫苗就行了。 看他这个样子, 就像个不讲道理的女人, 难怪他儿子会被咬, 估计是他儿子不听话, 非要去逗人家的狗, 被咬也是活该。 人群激情, 议论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回。 顾清清这时, 顾意拿着一张狗惨死的照片 给在场的所有人看。 这条狗狗陪伴着 我走过了无数黑夜, 是我最重要的家人, 如果那天不是安安, 非要拿着棍子打我的贝贝, 我想贝贝是绝对不会反击的。 顾清清一句话瞬间扭转了 犹豫着反水的群众。 你放屁, 我的安安最怕狗了, 他怎么可能主动招惹你的狗, 我不允许你这么地污蔑我的孩子。 顾清清一盆脏水泼到已经被他害死的安安身上, 这比杀了我还让我难受。 沈燕看着我张牙舞爪悲愈欲的模样, 眉头紧锁, 眼底是浓浓的嫌弃。 林欣, 你现在怎么这么没有素质了? 张口闭口都是脏话, 安安就是被你给浇坏了的, 人前一套背后一套, 一点教养都没有。 沈燕,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的安安? 你真的是妄为人妇, 你明明知道安安怕狗, 你却纵容顾清清带狗, 去幼儿园接他, 你居心何在? 我发疯似的, 想要冲上去暴打这对狗男女, 却被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的保安, 死死挡住了去路。 顾清清看着我狼狈的模样, 得意一笑。 林欣, 你不是夸大其词说, 你儿子被狗咬了有多严重, 你不去医院里陪着他, 却跑来我这里撒泼, 我看你就是在撒谎罢了。 你嫉妒我, 嫉妒我拥有的一切, 所以你找人打死了我的狗, 你太可怕了, 太歹毒了。 顾清清的话, 立即激起了爱狗人士的同理心, 纷纷叫嚣着要讨伐我。 顾小姐就是心善, 还在这里跟她废话, 要是我早把她抓起来打一顿了。 就是自己儿子打了人家的狗, 被咬也是活该, 就应该让她儿子感染狂犬病毒, 死了最好。 像她这种女人, 打死了人家的狗, 还这么嚣张, 就应该让她尝一尝被网爆的滋味。 沈彦脸色阴沉得可怕, 朝我嘀吼一声, 还不快点滚回家去, 还嫌不够丢人, 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我看着沈彦那张 犹如地狱里走来的恶魔一般的嘴脸, 轻笑一声。 沈彦, 你会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的。 沈彦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眼里燃烧起一股怒意。 林欣, 我今天已经够容忍你了, 你要是再发疯,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我冷哼一声。 沈彦, 我们离婚吧。 离婚了, 我们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我才能是无忌惮地反击。 沈彦听到离婚两个字, 整个人一正, 随后脸色铁青。 林欣, 你有本事再说一次。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说, 我们离婚吧。 原本刚刚还议论纷纷的人群, 在听到离婚两个字后, 瞬间鸦雀无声, 似乎才反映过来我们这场大戏, 没有他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燕哥哥, 你千万别被她给唬住了, 她就是想拿离婚来要挟你罢了。 顾轻轻趁机添油加醋。 沈彦深吸一口气, 终于忍无可忍地上前一步。 林欣, 看来我真的是太惯着你了, 以至于让你忘记了自己是谁了。 沈彦一把夺过我手中抱着的骨灰弹, 另一只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腕。 沈彦, 你把东西还给我, 你不配碰它。 这是个什么玩意, 林欣你出门还带个小弹子, 长得跟个弹鱼一样, 是准备用来随时随地接弹的吗? 真恶心。 顾轻轻从沈彦手中 直接将安安的骨灰弹拿了过去。 沈彦瞥了一眼, 安安的骨灰弹, 眼里都是嫌恶。 顾轻轻, 你把东西还给我, 你要是敢动它, 我杀了你。 我丝生历劫地朝顾轻轻大声吼道, 奈何我的手被沈彦紧紧拽住, 动弹不得。 顾轻轻目光看向我, 手中却高高地举起了安安的骨灰弹, 然后朝我露出了一个极其嚣张的笑容后, 松开了手。 不要! 我的话音刚落, 安安的骨灰弹碎了一地, 里面的骨灰全部洒了出来。 一阵风轻轻吹来, 骨灰随着风挑散开来。 我瞬间扑了过去, 不顾被瓷器碎片割得血肉模糊的双手, 死命地想要将安安最后的一丝存在保留住。 林欣, 你到底在发什么疯? 你以为你这样, 我就会心疼你吗? 别做梦了。 沈彦不耐烦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 下一秒, 一道重力朝我踢来, 我整个人瘫倒在地。 安安紧盛的骨灰被我压在了身下, 一片尖利的瓷器直直地扎在了我的背上, 瞬间鲜红的血液涌了出来。 突然这时, 不远处响起了一阵警笛声, 人群被推开, 两名警察走了过来。 请问是沈彦先生和顾清清女士吗? 你们涉嫌蓄意谋杀沈安小朋友, 还请跟我们走一趟。 沈彦在听到沈安两个字后, 眼神中带上了一丝慌乱。 沈安是我儿子, 我怎么可能谋杀他? 警察同志, 你们搞错了吧? 我儿子现在好好地躺在医院呢, 你们不幸可以去查。 警察一边坐着记录, 一边沉声说道, 你的儿子于昨日已经死于狂犬病毒感染了。 沈彦整个人如同被雷击, 一正, 然后低头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不可能, 他不过就是感冒发烧而已啊, 他怎么可能会感染狂犬病毒呢? 清清说过, 他的狗都会定期打疫苗的, 不可能携带狂犬病毒的。 沈彦说到这时, 顾清清明显神色有些闪躲, 然后支支吾吾说道, 就是, 我的狗干净着呢, 怎么可能携带狂犬病毒? 一定是他诬陷我。 到了这, 围观的群众立马明白了事情所有原委, 然后将刚刚从顾清清那里领来的礼品, 全部还了回去。 原来, 他狗携带狂犬病毒, 居然还敢带出去, 真是丧心病狂。 谁说不是呢? 你看他跟那个男亲密无间的样子, 一看就是情人, 一个小三居然嚣张到带狗把原配儿子给咬死了, 必须让他偿命。 依我看, 他们肯定是故意谋杀, 就是想害死原配儿子, 然后好让他们高枕无忧地在一起, 心态歹毒了。 顾清清受不了那些谩骂, 怒瞪着人群。 你们给我闭嘴, 你们知道什么? 这一看就是他在诬陷我。 然后顾清清指向还在拍摄的摄影, 大骂一声, 还拍什么拍? 快点给我关了。 摄像机相互看了两眼, 兴兴地收起了设备。 沈彦和顾清清被警方带走审问了, 我因为受伤, 被送进了医院。 晚上我还在挂水, 突然看到门口站着一道人影, 定情一看, 竟是沈彦。 沈彦不知道在门口站了多久, 靠着门眼, 低垂着头, 一声不吭。 听到动静, 沈彦往里看来, 正好和我的眼神对视上。 沈彦往里走来, 脚步缓慢沉重。 林欣, 我, 一向高高在上的沈彦此刻, 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冷笑一声, 怎么, 不去陪着你的顾清清跑来病房着, 是又想打我吗? 林欣, 你误会了, 我那也是因为一时气愤, 我不知道安安的事情, 我以为你是故意来找事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安安出事的消息呢? 如果你告诉了我, 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 沈彦急忙解释道, 告诉你, 你给过我告诉你的机会吗? 从你得知顾清清狗死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将我拉黑了。 沈彦知道安安出事后, 第一反应竟是来责怪我, 没有通知到她, 真是可笑。 林欣, 我知道错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是太生气了, 我不知道被狗咬一口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都怪我, 如果不是我, 安安就不会死了。 沈彦在床边坐下, 然后拉过我的手, 痛哭起来, 看着沈彦一副万分自责的模样, 我只觉得心头发冷, 激不起一丝波澜了。 我冷漠地抽出自己的手, 既然你知道错了, 那你就去给安安陪葬好了。 沈彦猛然抬起头, 满眼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就像是看到一个陌生人一般。 林欣, 我知道你是因为安安的死怨恨我,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活着的人还是要好好继续生活下去, 不是吗? 她一声, 我甩了一巴掌在沈彦脸上, 继续生活下去。 沈彦你配吗? 安安因为你而死, 就连她最后的骨灰都被你的白月光给扬了。 你现在来跟我说, 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下去。 沈彦捂着自己红肿的脸愣了半想, 眼底是隐忍的怒意。 林欣, 安安的事情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但是你现在更应该以养好身体为重, 你先好好休息, 我明天再来看你。 说完沈彦就迫不及待地逃离这令人窒息的病房。 顾清清谋杀安安因为没有证据, 再加上狗已经死了, 所以罪名不成立, 很快被放了出来。 我联系了律师, 以顾清清遛狗不计声, 饲养成是禁养猎性犬致人死亡, 继续提起了上诉。 法院传票下来, 那天沈彦就来打来了电话。 林欣, 这件事不是已经告一段落了吗? 警方那边都没有充分证据证明, 轻轻涉嫌谋害安安, 你为什么还要不依不饶地继续上诉呢? 听着电话那头沈彦不耐烦的声音, 我想到我那尸骨未寒的安安就觉得心被狠狠揪在了一起, 痛得彻骨。 我从未说过这件事告一段落了, 我要的一直都是宫廷判决。 如果没有沈彦作为受害者家属的身份, 为顾清清签署了家属谅解书, 顾清清也不会这么快被放出来。 林欣, 安安的是, 我们大家都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 可是清清也是无辜的呀, 她并不知道贝贝携带了狂犬病毒, 如果她知道她肯定不会带狗去接触安安的, 她宁可自己受伤都不会伤害我们的孩子的。 沈彦使到如今都一口一个清清, 仿佛这件事顾清清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一般。 沈彦, 你想包藏祸害那是你的事情, 但是我有权利为我的安安争取属于她的正义, 还有,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我已经起诉离婚了, 你就等着法院通知吧。 我不敢保证沈彦会不会为了顾清清证据造假, 将一切责任推给安安或者我身上。 这次她给顾清清签订家属谅解书, 也提醒了我, 离婚必须加快速度了。 沈彦愣了半想, 随后怒吼一声。 不可能, 我不同意离婚, 临心我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 你现在是被仇恨冲昏了头脑而已, 等你清醒过来, 你会后悔的。 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在顾清清出现的那一刻跟你离婚, 而害死了我的安安。 说完, 我便挂断了电话。 随后, 我托人联系到了顾清清做公益那天拍摄的工作人员。 事发到现在, 网上一点消息都没有, 显然是顾清清想拿钱稀释宁人。 我不管顾清清给了你们多少钱封口, 我都给双倍。 很快当晚微博热搜瞬间爆了, 六狗不计省, 导致五岁幼儿被咬感染, 亲生父亲为了白月光, 隐瞒五岁儿子被咬, 致儿子死亡, 亲生父亲和白月光联合撒了亲生儿子骨灰, 网上骂声一片。 太可怕了, 我合理怀疑这两人是蓄意谋杀。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父亲, 为了白月光竟然刻意隐瞒孩子被咬, 连疫苗都不带他去打, 真是可怜了孩子, 可怜了孩子的母亲, 失去了孩子让他以后可怎么办, 就应该让这对狗男女尝命。 那女的养骨灰的时候明显就是故意的, 你看她那个笑容, 笑得那么嚣张得意。 这个妈妈也太惨了, 儿子死了, 骨灰也被养了, 自己还被打成那个样子, 要是我就杀了他们, 同归于尽。 热搜一出来, 这件事很快就引起了全网热议。 警方那边迫于舆论压力, 也开始着手准备重新调查。 这天我正在家中收拾着安安生前的东西, 大门突然被人猛地踢开。 沈燕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她的身后还跟着一脸委屈巴巴的顾清清。 林欣, 你什么意思? 网上那些都是你干的吧? 你是要毁了我跟清清你才满意吗? 燕哥哥, 我看她就是故意的, 她想利用舆论压迫警方, 从而逼我为安安的死负责, 现在都已经有不少偏激网友找到我的住址, 向我寄送警告信了。 因为顾清清遛狗不计省, 再加上她的狗携带狂犬病毒, 现在在网上引起一部分爱狗人士和艳狗人士的对立。 我瞥了一眼沈燕和顾清清一直紧紧向我的手上。 沈燕, 安安的头妻都还没过, 你就这么着急想带这个女人进家门吗? 未免也太心急了点。 沈燕立马反应了过来, 猛地松开了顾清清。 林欣, 你别误会, 是清清太害怕了, 这才找到我寻求帮助, 更何况这一切不都是你造成的吗? 我帮她也是应该的。 看着沈燕一副正义凌然的模样, 我只觉得好笑, 作为一个人怎么可以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 是到如今她都未曾反思过自己的错误。 沈燕, 你不用拿这一套来扑我, 我早就不是从前那个只会围着你转的林心了, 只要你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你以后想怎么陪着她顾清清, 都不会有人阻止你。 听到离婚两个字, 沈燕眉头紧锁, 怒斥道, 林心, 你就非要把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你, 才肯罢休吗? 我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发出喷一声响。 顾清清吓了一条, 直往沈燕怀里钻。 随后, 我站起身来, 对上沈燕错愕的双眼。 沈燕,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 我要的是属于安安的正义, 你要是听不懂人话, 可以给自己请个翻译。 顾清清紧紧抓着沈燕的袖子, 探出去个头来, 有恃无恐地说道, 林心, 安安的事情就是一个意外而已, 你为什么非要揪着我不放呢? 我也不想看到安安去死的, 可是谁让她命不好呢? 听着顾清清是, 到如今仍旧在智慧我的安安, 我脑中只觉得一声轰鸣。 下一秒, 一巴掌直接甩在了顾清清脸上。 你给我闭嘴, 你凭什么说我的安安? 如果不是你, 她根本不会死。 林心, 你干什么?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的恶毒了? 沈燕急忙将顾清清护在怀中, 然后指着我怒斥道。 林心, 你赶紧向清清道歉。 我冷笑一声, 让我道歉, 也要看看她顾清清配不配。 你现在简直就是个疯子, 不可理喻。 沈燕抬了抬手, 似乎想打我, 然后还是将手放了下去, 气急败坏地说道。 顾清清见状, 立马委屈巴巴地 拉着沈燕的手撒娇道。 燕哥哥, 我好疼, 我的脸一定肿了, 你一定要帮我出这个口气啊。 对上顾清清泪眼婆娑的眼睛, 沈燕心软了, 立刻怒指向我。 林心, 我最后再说一次, 道歉。 我仰着头, 倔强地说道。 我说了, 让我给她道歉, 绝不可能。 你, 沈燕再一次抬起了手, 对准了我的脸, 就要打下来。 我冷笑一声, 死死地盯着她的眼睛。 你别忘了, 现在是你们来求我, 你今天敢打我, 明天我就能把你的顾清 轻送进警察局。 沈燕犹豫了, 随后放下了手来。 她不敢赌, 不敢赌我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来。 因为顾清清从史之中都是她的第一位, 无一例外。 第二天, 我刚起床, 就发现自己的信息炸了。 我拿起手机一看, 自己居然被推送到了微博热搜榜。 被狗咬男孩妈妈, 索要高额赔偿, 儿子死了, 妈妈居然还有心情化妆, 点进去配图, 是我之前出门逛街带妆的照片。 两条热搜高居榜首, 热度还一直在涨, 网友们也瞬间倒戈。 这反转也来得太快了些吧。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儿子死了, 居然还有心情化妆。 这女的估计也不爱她儿子, 只想着索要高额的赔偿款, 以供自己后半生逍遥快活。 你看她化的那个妆, 笑得那叫一个开心, 估计儿子死了, 她还在家拍手叫好, 可以给她赚一大笔赔偿金吧。 就应该让她和她的儿子一起去死, 她这样子的人就不配当人母亲。 我看着那一条条漫漫, 握着手机的手渐渐收紧。 沈彦这是彻底打算站在顾清清那边和我撕破脸皮了。 我立即打开通讯录, 拨打了一通电话出去, 再帮我起诉顾清清三年来花费我们夫妻共同财产, 涉嫌金额高达一千三百万元。 记住, 诉状帮我公布在网上。 既然他们想把脏水往我身上泼, 想将舆论转移到我身上, 那我不介意借着舆论让事情发酵得更严重一点。 顾清清的案子因为案情复杂, 排在离婚诉讼后面。 离婚开庭, 当天沈彦拒绝出庭, 是代理律师替她来的。 沈彦以我们夫妻还有感情拒绝离婚, 法院那边也考虑到我们孩子刚离世, 两人之间存在情绪问题。 一审判决, 不予判离。 从法院出来的那一刻, 特意等候在外的沈彦有些得意地走向我。 林欣, 我说了, 我们之间还有感情, 只要我不同意离婚, 我们就不可能分离。 我瞥了她一眼。 沈彦,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我已经重新起诉顾清清归还我们夫妻共同财产了。 听到顾清清的名字, 沈彦脸色一黑。 林欣, 你要离婚我法院也陪你走了一趟了, 你居然还要起诉清清,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 我讥讽一笑, 我安得什么心? 既然咱们这婚离不成, 那我自然要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我的个人权益了。 顾清清这三年来, 你用我们夫妻间的共同财产在她身上花了不下两千万, 我现在只要求她归还一千多万都已经是给她面子了。 沈彦脸色铁青, 直接上前一步掐住了我的脖子。 林欣, 我对你一再容忍, 才纵容了你这么无法无天是不是? 这个家里的一切都是我努力打拼来的, 我愿意花在清清身上是我的事情, 你凭什么让她归还? 我轻哼一声。 就凭如果没有我, 就没有你沈彦的今天, 一个凤凰男而已, 真以为自己当了几天总裁, 就可以脱下自己那一身山鸡毛了。 当初沈彦家道中落, 校花女友顾清清, 弃她而去出国, 恰好这时我这个富家女的出现, 解救她于水火。 我举家支持她创业, 用整个林家当她最坚强的后盾。 沈彦也算争气, 短短两年时间就将自己的沈氏企业做了起来, 成为了金融圈的新贵。 这位先生, 这里是法院, 麻烦你放尊重点。 一道力声将我的思绪拉回, 一名保安手持着电棍一路小跑朝我们赶来。 沈彦刚刚还一副要杀了我的模样, 在看到保安来的那一刹那, 立即松开了我, 然后朝人露出笑容来。 不好意思, 我们是夫妻, 我们就是在闹着玩而已。 保安有些疑惑地看着她, 似乎不太相信沈彦说的话。 直到沈彦掏出了结婚证来, 保安这才放心地离开了, 临走前还特意靠近我耳边, 轻声说了一句, 大妹子, 家暴的男人要不得。 我点了点头, 表示赞同。 回到家后, 我看着那一纸判决书, 只觉得疲惫不堪, 然后掏出手机联系以前的合作伙伴。 我这里有一个好项目, 你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 刚结婚那两年, 应着我娘家的关系沈彦, 对我还算尊重客气。 后来我爸因病故去, 我们邻家也跟着倒下, 沈彦身上的大男子主义就越发严重。 起初我爸是想把公司就给我经营的, 但是奈何沈彦公司刚刚起步, 我要给她帮忙, 自顾不暇。 再加上安安刚出生没多久, 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沈彦就干脆将我爸的客户给接替了过去。 现在想来, 沈彦这个白眼狼从一开始就打算将我们邻家荡成他成功路上垫脚石罢了, 用完就气。 可是她忽略了, 我们邻家也是百年企业, 再是口碑相传, 即使我们倒下了, 但是我们的根基还在。 我联系上了沈彦的对家, 也是我们邻市曾经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江怀之。 你这么做, 就不怕沈彦知道后彻底和你离心吗? 江怀之手中拿着我递过去的企划书, 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毕竟我当初是出了名的恋爱脑, 非沈彦不嫁。 江总怕不是忘记了我刚和沈彦打完离婚官司。 江怀之轻笑一声, 看你这样子, 估计是打输了, 从一开始你就注定会输给她。 我端起桌上的咖啡清明一口, 贴了她一眼, 嘴巴还是这么堵, 我们算得上是青梅足马, 但是当初她一心搞事业, 我一心细在沈彦身上, 发生了几次争吵不欢而散后, 我们就没有再联系了。 再到后来, 她处处和沈彦作对, 我对她意见就更多了。 和江怀之接触的第二天, 沈彦公司股价开始有明显的上升。 沈彦也比之前更亡了, 至少从安安出世后, 她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顾清清归还夫妻共同财产的的案子即将开庭, 我这边的证据都已经提交了给了法院那边。 一审判决, 顾清清归还全部费用。 判决书一出来, 就被我贴在了网上, 我的口碑瞬间逆转。 这个原配简直就是闷声干大事, 看谁还敢说她是冲着钱, 不顾儿子死活索要钱财的了。 这下所有人都被啪啪打脸了吧, 人家压根不缺钱, 反而是这个小三, 居然花了人家那么多钱, 一千多万啊, 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上次热缩估计就是小三搞的鬼, 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花着人家的钱, 还害死了人家的儿子, 我严重怀疑她就是想上位, 故意弄死了人家儿子。 林欣, 你现在满意了吧? 你害得清清被万人唾骂, 成为了过街老鼠。 沈艳护着林欣从法院里走出来, 看到我时立即挡住了我的去路。 我看了一眼躲在沈艳身旁的 顾清清讥讽一笑。 她本来就是阴沟里的臭老鼠, 又臭又烂, 也就只有你喜欢。 林欣, 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污蔑我? 我要告你诽谤。 听到我这么骂她, 顾清清立马张牙舞爪地指着我。 好啊, 你尽管去告, 但是前提是你先把属于我的钱 一分不差地图给我先, 否则我有的是办法, 让你混不下去。 江怀之找人调查了一下顾清清这几年在国外的生活, 可谓是多姿多彩, 令人大开眼界。 林欣, 你够了, 你再这么闹下去, 我真要答应你离婚了, 我已经给过你足够多的机会了。 沈焱受不了的大吼一声, 眼底都是不耐烦。 那正好, 麻烦你现在就在离婚协议上签个字, 谢谢。 我当即从包里掏出一份离婚协议书来递了过去。 从安安死去以后, 这份离婚协议几乎每天被我装在包里。 沈焱看着那份离婚协议一愣, 你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公司股份我可以不要, 至于名下资产, 我要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其他的折现给我, 给我一个亿。 你现在签字, 我们两清, 至于你最爱的顾清清, 原本需要归还的那一千多万, 我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要了。 你认真的? 沈焱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你应该知道, 我现在公司股价每日都在上升, 我的身价可以说是每天都在增加, 你现在跟我离婚, 亏损可不止一点。 你也知道, 你现在身价日渐增加, 现在离婚对你来说是最划算的, 如果后面我后悔了, 你要给的可就不止一个亿了, 按照你现在的身价, 你最少要分我两到三个。 我冷静地说道, 沈焱是个商人, 商人最重力, 在感情和利益面前, 她分得比谁都清楚。 焱哥哥, 你就答应她好了, 以你现在的身价, 不愁以后赚不回来这一个亿, 现在不离婚, 难道还真等着她, 以后分更多吗? 顾清清怕沈焱不肯离婚, 急忙归劝道, 沈焱故作难过地看着我, 满眼不舍。 既然你已经想清楚了, 那我也不强求了, 再纠缠下去, 也只是彼此折磨。 沈焱从我手中接过离婚协议, 叹了口后, 才缓缓在离婚协议书上, 落下了自己的名字。 看着她在离婚协议书上, 签下自己的名字后, 我才松了口气。 拿到离婚协议, 我请了最好的律师, 帮我加快办理, 不到半个月, 我就拿到了那本, 让我重获自由的离婚证。 沈焱说话算话, 毫不拖拉, 拿到离婚证, 就将钱转给了我。 沈焱公司的股价还在涨, 以一种诡异的方式持续上升。 祝贺你, 得尝所愿。 江怀之朝我递来一杯酒, 我笑着拒绝了。 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我要的是他们为安安的死, 付出应有的代价。 证据都准备好了吗? 江怀之点了点头, 然后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了我。 我拿到东西后, 直接提交给了警方那边。 很快就到了顾清清狗, 咬死安安案子开庭的日子。 沈焱陪着顾清清一起来的, 陪着杀害自己儿子的真凶, 站在自己儿子母亲的对立面, 沈总也真是令我大开眼界。 江怀之看着沈焱搂在顾清清, 腰上的手冷笑一声, 语气极为地讽刺。 沈焱看到江怀之陪着我, 瞬间脸色一沉。 林心, 你离开我就是为了和她在一起是不是? 我就知道, 你们这么多年来一直藕断丝连。 我瞥了她一眼。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喜欢当田狗吗? 焱哥哥, 我就说她不是个省油的灯吧, 那么爽快地要跟你离婚, 实际上背地里早就勾搭上江怀之了。 顾清清趁机拉踩我, 我看着顾清清冷下了脸来。 顾清清, 我希望你今天在开庭之后, 还能笑着走出这道大门。 正式开庭, 我方提起顾清清故意为之, 顾清清坚决否认, 一狗已经死了, 死无对证为由, 坚持自己无辜。 沈焱更是提出她已经签署了家属谅解书为由, 主张顾清清无罪, 直到我拿出了一份监控视频来。 那是当天停在幼儿园门口的一辆家长的车里下载下来的。 只见监控画面显示当天顾清清和沈焱一同去接安安放学。 沈焱因为去开车离开了一会, 只剩下顾清清抱着狗和安安等候在路边。 因为安安怕狗, 所以离得比较远, 顾清清有些生气, 竟然直接指挥自己的狗去咬了安安。 并且在事发后告诉沈焱, 自己的狗定时都有打疫苗, 安安不会有事的让沈焱帮自己隐瞒。 而我事后也让人去查了顾清清的狗的疫苗接种记录, 结果发现他的狗根本没有去打过疫苗。 顾清清对狗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他不过就是看了那部中犬八宫电影, 所以才想养一条秋田犬。 养了以后发现秋田犬野性太大, 他失去了耐心, 对狗非打极骂, 导致狗狗脾气暴躁易怒。 看完监控视频, 顾清清整个人呆愣住了, 他知道自己已经无可辩解了, 只能抓住自己最后的稻草, 沈焱。 焱哥哥, 我不是故意的, 我忘记了贝贝有没有打疫苗了, 我以为他打过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害死安安的, 你相信我好不好? 沈焱死死地盯着顾清清没有说话, 眼神里的恨意却是掩盖不住的。 顾清清当庭被抓, 日后再重新审判。 从法院出来时, 外面下起了小雨, 稀稀利利地落在地面上, 激不起波澜, 却让人心头生出一股良意来。 林欣, 沈焱朝我跑来, 想要抓住我的手, 我慌忙后退一步。 有话就说, 我, 我不知道顾清清是这种人, 我一直以来都是被她给蒙片了, 我是爱你和这个家的, 你相信我好不好? 我冷笑一声, 沈焱, 我相不相信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相信你说的那些话吗? 你的良心会相信你说的那些话吗? 沈焱抬起来的手愣在半空中, 最终缓缓落下, 连同她的所有自尊和骄傲。 从法院离开当天, 我还给沈焱发送了一份礼物, 是顾清清这些年在国外的所作所为。 顾清清当初抛弃她出国, 是因为怀上了富二代的孩子, 不得已被送出了国。 后来孩子流产, 她被富二代抛弃, 因为习惯了高品质生活, 她为了维持自己的名媛身份, 当起了职业小三。 因为想要借父上位, 被原配发现后将她殴打至流产, 然后被赶回了国。 回国后她才发现以前跟在自己身后当田狗的沈焱早就今夕不同往日了, 所以就动了她的心思。 不知道沈焱在看到自己曾经心目中白月光实际上是烂在地里的玫瑰时, 心中会有什么感想。 不过也和我没关系了,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收网, 该和她们做最后的道别了。 顾清清被抓第二天, 沈焱公司股票突然以断崖式下跌, 暴跌。 沈焱因为顾清清的事情备受打击, 自己因为一个女人成了杀害自己儿子的帮凶, 心理防线已经崩塌, 面对公司的混乱根本无能为力。 再加上这件事的背后, 有江怀之和我两名推手, 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沈焱公司跌停。 短短一个月, 沈焱便从是新贵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沈焱宣布破产清算, 江怀之以低价收购了她的公司。 按照当初说好的, 你拿百分之二十。 江怀之朝我递来一份股份, 转让协议, 我快速签下自己的名字, 生怕她反悔。 后来顾清清案子判决出来了, 她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虽然不够长, 但是只要她出来了, 我有的是办法让她生不如死。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我带着安安最爱的玩具去墓园看了她。 只是没想到在墓碑前看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 沈燕看到我并不意外。 林昕你来了? 我点了点头, 看了眼沈燕放在安安墓碑前的奥特曼玩具, 直接拿起, 丢了出去。 安安不喜欢奥特曼, 她说那是小日子的英雄, 不是她的英雄, 她的梦想是修建火箭, 当人民的英雄。 沈燕眼里闪着泪光, 抬起头看向我的那一刻, 又慌忙垂了下去。 林昕, 对不起, 是我不配当安安的爸爸。 我冷哼一声, 你知道就好。 沈燕颤颤巍巍站起身, 张了张嘴, 最后什么也没说, 脚步踉跌地往外走去。 后来听说沈燕自杀了, 死在了安安的墓碑前。 江怀之问我, 你对她的死有什么看法? 我擦了擦手, 端过她递来的酒杯, 一口饮尽。 我只觉得她脏了安安轮回的道路。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